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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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天天总版的Apple 今天 Vivo正式发布了旗下最新的V系列手机 那就是 Vivo V23 5G 这款手机不仅高颜值 它还有就是拍照方面真的是非常的鼎 讲鼎咧 我们接下去看吧 Taisen Home里面有手机 透明手机壳 44W充电器 充电线 SIM卡针 耳机 耳机转接线 和说明書 完全是非常齐全的配件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手机的外表如何 刚刚就有说到这部手机很高颜值嘛 我也不是吹的 我第一次拿到这部手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它很漂亮 质感很好 产用最新的银石A-G玻璃工艺 所以背面是不会沾上指纹的 而Vivo V23最有特色之一 就是我手上的SUNSHINE GO配色 它采用光质变色的设计 说是金色啦 但是被阳光等纸外线照到的时候 却是蓝绿色那样 非常好看 就好像你给一个钱 然后就有两个不同配色的手机在手 很爽是不是 如果不要金色也还有黑色的选择 当然拿来手也是非常的舒适和轻薄 平直边框带来更高级的质感 重量也不到200g 而在手机背面的左上角就是相机模组 一个四方模组上有三颗镜头和一个闪光灯 同时也写着64MB triple camera 不过三颗镜头稍微有一点突辣 不过不影响什么 至于Vivo自演则在左下角 整体非常的整齐好看 屏幕方面 Vivo V23 5G 搭载6.44寸FHD Plus AMOLED 屏幕 支持90Hz刷新率 屏幕边框非常细窄 所以看戏还是刷手机都会有更好的观看体验 接下来就来说说相机 也是中头戏 因为拍照和录影都得到了加强 对于爱自拍的人来说更是完美 Vivo V23 5G 搭载后置三色 分别为64MB主色 8MB 120度超广角 以及2MB微距 同时支持Super Night Mood 和Bokeh Fair Portrait 人像模式除了一般的虚化 还能选择4种不同形状的官班模拟 还能将2张照片叠图形成双重曝光 也提供5种不同的人像拍摄风格模式 前置就有50MB广角 和8MB105度超广角双色自拍镜头 还内置双色温柔光灯 说到柔光灯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很适合在酒吧 或者是一些比较暗的环境 或者是餐厅使用 只要一打开 左右两边的柔光灯 就可以帮我拍到美美的selfie 就连美颜APP 都可以省回不用道路了 同时支持夜景模式以外 前置降机主打多种拍摄模式 更自然的人像虚化 多种风格自拍 以及手机自动加上 灯光特效的派对模式 自拍录影也支持HDR录影 最高4K30fps高画质视频录制 以及Dualview前后通过录影功能 在录像过程也支持美颜 滤镜风格功能的叠加 根本自拍就是会摸得顶啦 配置上 Vivo V23 5G 达到MiniTek Dimensity 920处理器 12GB RAM加256GB ROM 支持最高4GB的虚拟储存空间 内置4200mAh电池 支持44W闪虫 运行基于Android 12的Funtouch OS 12 看到这里 是不是很想知道 大马的售价是多少咧 答案是 2099块 你们觉得怎样 总结来说 Vivo V23 5G 这次主打卖点就是 它拥有50MP AF 双色 前置双色温柔光灯 变色的背盖 并使用MediaTek Dimensity 920处理器 我们能发现 Vivo手机已经在最近从主打自拍 升级至主打全方位拍照很强的一部手机 突然觉得这款手机很适合我 还有爱拍照的人 无论去到哪里 只要带上Vivo V23 5G 就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和Video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留言你们的看法 也别忘了关注我的个人IG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